首先来介绍第一种 可能各位家里面有可能有的 装置可以来感受大气压力存在 那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真空抽气管 有时候家里面会用这个来保存你的食物 就是把食物放进去之后 上面会有一个装置可以把空气抽掉 好 然后因为食物会 可以坏掉腐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氧化 那会把空气抽掉 食物可以保存的比较久一点 好 那么所以 先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这个盖子可以很轻松的打开 他上面也没有一个可以旋转卡住的装置 都没有 好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可以打开 那这个时候的情况 当然就是里面的空气跟外面的空气 也显然压力是平手 对不对 好 所以我现在把这个盖子要拿起来 所需要克服的只有这个盖子的重力而已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压力的这个图就是从上往下 压盖子的这个压力 就跟从下往上推盖子的 这个压力差不多是 平手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这个我来开始抽气 好 那这个接下来我现在做的这个动作呢 就是在把这个罐子里面的空气抽掉 好 那大家可以想象说 哎 这罐子里面的空气抽掉之后 里面往外推的压力 应该是变小 那外面往 里面推的压力 应该是一样大嘛 因为这来自于外面的大气 所以当我空气抽掉抽掉之后 就变成跟刚刚马德堡半球的 呃 意思是一样了 好 那这时候我要把那个盖子打开 变得非常困难 这个其实我用徒手大概是打不开了 所以呃 用真空罐呢 也可以感受到这个 大气压力的存在 一样只要造成内外的差异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 空气有压着这个盖子 好 空气外面的空气紧紧的压住这个盖子 让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把盖子打开了 好 那既然呃 我们把空气从里面抽掉 会说啊 这个里面的压力小 外面的压力大 然后把这个呃 空气把这个盖子压住 那我可以做一个反向的事情 就是我把那个空气还他 所以上面呢 这边有一个有一个阀门 我只要拉他拉一下 这个空气就可以从外面进去 听声音哦 这个空气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刚刚的那个情况还存不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又可以轻轻的徒手 就把这个盖子撒开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我把空气还他的时候 又变成里面跟外面的压力 又平手了 好 又平手了 OK